好 这段关新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 遭到监察院做批违反权力分立 无法接受 对此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琪 就反批监察院还有脸指指点点 怒轰 仇庸 肥帽的地方早就应该废除 而立委红国长也表示将会全力推动废除监察院 民进党团的总招柯建民就回应 接下来一定会提出视线 还指出了蓝白立委以及朱立伦 柯文哲都是共犯结构 而被点名的柯文哲就表示 不应该用抹黑以及抹红的手段 把反对民进党的人都说成是中共同路人 国会的听证权跟调查权 正式立法三读通过 立法院三读通过国会改革法案 遭监察院批违反权力分立 无法接受 这下蓝白这一度炮口一致 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成立国民党以及民众党 我们一起在野党的特征组 全面的来查币 所有的弊案监察院查出哪一样弊案出来 这些仇庸的这些肥猫的地方 早就应该要来废除 我们的宪政改革跟国会改革的脚步当中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推动废除监察院 而民进党团也准备好下一步 一定会提出事件 但是事件要整总统公告以后 公告三日后 才可以 我们才可以事件 柯建民也忍不住再轰韩国瑜 傅昆奇与黄国昌 指控三人是共犯结构 你们把国会没收了 把民主没收了 接下去 当然是台湾香港话 这里面我们特别点名 就是朱立伦和柯文哲 被点名的柯文哲也录影发声 应当用那种抹黑的手段 抹红的手段 只要是反对你的 全部都说人家是中共同路人 国会改革法案三读通过后 蓝营喊话另体战场 成立在野党特征组 不过柯文哲选前 曾表态反对另设特征组 这回民众党是否响应傅昆奇 蓝白联手也在开国会新战场 记者组报道